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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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拨通号就是成都市公安局了 这一会替您开启24小时国际申诉局8专线 欢迎吃点 成都市公安局 我是局长王平江 全体民警将结成的 公安局你好 你好 我刚收到一个信息说有人用我 说等一下 这位女士 你说刚才接到一个信息 他是怎么说的 你具体把情况说清楚一点 好吧 我去电了一个通信公司给我打电话 说我的名下 注册另外一个手机号码 然后记一个手机号码 具体是哪个单位的 叫T-Mobile T-T要什么 T-Mobile M-O-B-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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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泰 Din est performed 你说这个通讯公司打给你 说你名字注册了一个手机号 但是这并不是你本人注册的 那他怎么会通知你这件事情呢 就是区警官我了解 在国内要办你手机卡这个业务 不是都要本人实名字登记才能开办下来的吗 怎么你说这不是你办的 我看你是接到诈骗电话了吧 因为区警官我了解 要办理你手机号码并不是这么简单的 肯定都是要用你本人的完整身证信息 我先证明信息使用情况 我简单就做个询问 你这个身份证有没有丢失过 没有 那你再会去提供过你资格的一些商业手机呢 我是建议你看你资格 能不能够先过来我们公安局一趟 我们当面把这个事情给了解清楚 你先跟这个手机号的关系 你解吗 我被一个手机号回国也太离谱了吧 这边的话警官我也必须要跟你莫名一点 今天手机号被盗办就是 这事情可能还小 严重的是说 如果真的是你的信息给泄露了 我们不赶紧在第一时间做上一个处理的话 万一遭到有情人士持续利用了你的身份信息 来帮你开办你不知道的业务 那该怎么办是不是 在国内有没有这个仔细清楚 在我们国内在我们成都的 没有啊 也没有 那这事情该怎么办 有问题 我也不知道啊 又不就让那个什么联邦通信去冻结我的号码的了 反正我明白有这个情况了 好吧也谢谢您 最主要是希望说 这个事情我们要赶紧做一个处理 避免说往后你的身份信息 一样被人家拿去利用的 往后 如果说被人家拿去银行开了卡 还是说被人家拿去办的信用卡 借了钱刷了一笔账 那这都是要算在你头上的 明白吗 明白明白 好的谢谢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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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